咕咕雷咱咪 石头小可爱们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Yuppie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法国超市里价格悬殊 三到四倍的两颗番茄 做一道中国料理 味道区别大吗 今天咱们就试试 看看我身后这个超市呢 叫康康弗安 是法国比较好的一个 生鲜卖场 它里面的蔬果呢 价格是要贵于 像欧少或者是加勒福的 那么今天我们好的 这颗番茄就在他这买吧 走吧 Yuppie 请不吝点赞 这个番茄种类非常的多 你看这个是法国比较聪明的 牛腥番茄 3欧一公斤 我不买这个 我要找最贵的 这个 14.8欧一公斤 可还行 这个番茄 我的天 我就买这个了 这么贵 好心疼 买个三个吧 买了四个 四个番茄 去看看价格多少 前面我还说这个番茄呢 价格大概差三到四倍 但是普通的番茄 我觉得应该是在一点多 这个番茄整整比普通的番茄高出了六到七倍的价格 这四颗小番茄花了两欧多 差不多计算成人民币的话有十六七元 十六七块钱 太贵了 现在我们去买便宜的番茄 走吧 这个便宜的番茄 我就准备在法国的廉价超市 也就是阿勒地嘛 马上进去了 它这儿的番茄还是很多的 我就拿这个最便宜的番茄 一块 一块五毛九一公斤最大半 我拿一个就好了 花了0.48欧 换算成人民币的话 差不多就是三块多钱 那咱们现在就开始吧 现在我们先把这个便宜的番茄切碎 咱们现在再把这个桂的番茄处理 你看就非常新鲜 先切一个给你们看一下里面长什么样子 感觉很像那种樱桃番茄 好了 好了 开火 什么操作 这是便宜的番茄 香还是挺香的 便宜的番茄炒蛋就做好了 公平公正 用的鸡蛋都是同样的 炒菜还是得像柴火 就是有明火来炒的菜才香 这就是贵的番茄 整整贵出六七味的番茄 就单单这么看 炒上去感觉很容易出那个汁 左边的是贵的 左边的是贵的 右边的是便宜的 右边的颜色呢 看上去更红亮一些 更接近我们平时吃的那种番茄炒蛋的感觉 左边的番茄呢 看上去有一种酱油色 和我们平时吃到的番茄炒蛋还是有点不一样 单从这个番茄来说便宜的番茄没有太多的风味 它保有了番茄本来的那种汁水的口感 但是口味上不会是很甜 就是正常的番茄炒蛋 来碗白米饭就好了 第二盘番茄炒蛋就是贵的番茄炒蛋了 确实跟这个便宜的番茄有非常大的不一样 非常的有风味 这个贵的番茄吃上去那个味道就是甜酸甜酸的 很像水果 这段番茄炒蛋大比拼 我们就试验完了 只能说中国美食博大精神 番茄炒蛋就没有不好吃的 便宜的贵的都很棒 更多有趣海外美食视频 记得关注油品每周三日更新 别忘了一键三连 拜拜 今天我要收拾碗筷 拜拜不了